好了,下一套,繼承我新的評語,這套是垃圾 閃亂神怒! 閃亂神怒! 記住閃亂神怒! 好多人追的這套,NDS那套 那些人不是追的,那些人追過惡拜 其實大家有看,有些嚴重是不平行 那五個女主角的惡拜就算了 最後永遠都不畢業的會長 神經病! 然後那個,大佬,卻佔了一半以上 那是甚麼? 真瘋的! 大家要記住,二次有些東西是不可以套租 包括惡拜的大小,說完 不行,那個大佬真的不行 完全阻礙了整個忍者的行徑 那是否買忍者的功勢? 忍不了身啊大佬! 那一撞就當死人了! 是貨車來的大佬! 行了,我不套衝了,算了,你套衫了 算了,你看他們平時的忍者都說完那一句 如果大家有看這套東西 我想問,忍者裝也算了 你變了一些魔法少女就好 有扣腦便沒有扣腦 當然會突然露多一點點,其實那件衣服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他是用過忍術的? 有的,扔煙霧彈 煙霧彈是有一次 其實誰說忍者懂忍術的? 對喔!忍者懂甚麼? 他是普通人而已 哇!長得很厲害 還有他說忍者是有不同的流 善忍和惡忍 當然大家看完十二集 就突然善忍和惡忍一起打個大哥 然後那個大哥又不知道是甚麼人 其實說拿了他們的超級甚麼? 那個叫甚麼? 忍者秘傳的法條那些 本來有個忍者秘傳法條 那沒人變了些東西 忍者秘傳法條上面就有個超級忍者秘傳法條 超級忍者秘傳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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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要陰陽 陰陽合起來之後 就像召喚獸一樣 祖青龍又白虎 然後召喚獸 七落龍珠之後又有個龍神出現 即是瘋鬼線 當然大家如果要看忍術就難 除了這幾樣東西之外 雙刀流都可以 但是你說打起來 很多是用什麼機關槍 大炮 又沒有什麼操控人心術 都沒有什麼太特別 然後葛成 金頭髮忍者 那個是打爛仔膠 即是打爛仔膠 那些叫忍術 或者這樣說 這個世界忍者和我們所知忍者 就是兩樣東西 大家不要太執著這件事 就算了 那我們執著什麼 我們忍術是想看一些 例如飛鏢也好 你用一些忍術去潛伏 你好像看雲雀 那樣 他永遠就是叫一隻粉紅色的兔子 然後衝進去撞死人 很厲害的 以前是拿一隻兔狀人 現在拿一隻兔狀人 多厲害 你感覺上我完全感覺不到 一個忍者的氣氛 的氛圍 當然整個 不要理會那些 那些兔狀人 那些 那些情節 但其餘那些 其實打起來都是打一兩下 那些兔狀人 那些兔狀人 可能只是第一集 開頭的幕 之後那些兔狀人 我絕對覺得你被騙了 你看忍者絕對不會選這套 是啊 他連忍術都少 除了阿sir 忍術之外 忍術 因為他沒有惡拜 忍術很重要 只要他會忍術 其餘那些都不會 其餘如果大家有看 他有個飛行器 他那個飛行器 是用火箭推動的 那個東西神經病 有火的 那才合理 你以為真的拿著那些兔狀人 飛得到嗎 有火箭才飛得到 好合理 如果大家對最後那一幕有套租 肯定我都覺得正常 大家就知道 後來他跟蛇害院決鬥 忍者通常叫忍 那算了 你單挑 你不是在那裡潛伏 你那裡敲門 好像男仔黑社會 敲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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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者可以侵犯 那沒事幹什麼 沒事不用做事 沒有事 忍者搞成這樣 真的沒有事 最後就是單挑 單挑完之後 他說整間學院都倒了 炸爛了 他原本 那個導師 原本舊那個 轉去惡忍者 那個 惡忍者 那個 零 抱著 大哥 一起跳下去 然後 他說整間學院都倒了 他可以說 整間學院都不見了 什麼正常忍者 死了 那些屍體都不見了 全部都不見了 你當忍者很厲害 然後整個都不見了 一人走十個 全部都不見了 其中一人走 那些學生都不見了 沒有問題 那些就算了 然後他就很草草了長 然後就說 那幾個就再過日常生活 那幾個個忍者 其餘那五個惡人 本來就在那裡 他說全部忍者都不見了 你當忍者 神通八達 全都不見了 還有如果大家還有一套,那個女主角的,那個阿爺不是五臟嗎? 對,飛鳥那個阿爺嘛,半臟,不是五臟,半臟,他不是說交下那個超級秘技給他嗎? 其實裡面那個卷東西給他看而已,其實五個人都可以看的,我就想過,他給他看完之後都沒有什麼特別變身的東西 他看完之後就說,我明白了,其他四個看都沒有問題的,我覺得,有什麼問題? 不如說他還沒看完整個,前半卷就看了,他沒有啊,他就說了,原來有幾個字那樣了 這些東西,唯心的而已,你誤到就行了 我起初以為他會變身的,他說他會變超級,整個善人只有一個人可以變身,他完全都變不了,他就說,我明白了,幾個字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嗎?有情力量,五港斌就搞定了 他後來也是,那五個就打爛仔膠,隨身打 你見到最後是十個忍者穿著泳衣 不是,內衣而已 有泳衣,十個忍者穿著泳衣,然後就說,變身,全部都變成泳衣 我不明白 送出鞠衣是忍者的技能,我們不能吐了他,很合理,非常合理 其實呢,我都說真的,如果大家都知道,這套有三個故事,這個其實是第一集來的,第一個故事來的 BDS的時候呢?我沒玩,我沒玩,我不知道 我不要緊,如果大家有看Viki看一下,第二第三集,其實第三集,蛇學院那些人還未死 正常,不見屍也不會死 那些人還未死,當然,裡面還有多兩三個學院,然後又不知道,那個叫做閃亂New Wave 就是有個驚的 了解一笨 第三個是少女之證明 那個有十幾個角色,所以又不知道蛇學院突然回家,變成第二個學院的人 突然奇怪,蛇學院又自己有批新人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都期待 正常學校有新人進來,正常一樣畢業都正常 就不是吧,那下學沒做 那下學沒做 那下學沒做就轉學了,多難 那下學以忍者來覺得很簡單的事 所以說真的,都是逃行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第二季,就是三思 那我們下一部吧 好